一百天地 大家好 我是一本正经的暴君 男子半夜装见鬼曲群 随后就意外发生车祸 原来鬼心朗就是他自己 一部没啥亮点的国产惊悚片 荒妙存子魔观新娘 夏花是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妹子 今早会梦有做噩梦 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例如半鬼杀人 住着一身犬蛋 拿他也是没者 一直都找不到 他发病的根源 只知道他的梦境里 有各种婚纱照和老房子 全蛋打算还原 梦境里的所有东西 叫了小花的朋友 大妞和铁柱 去一座古宅 感受一下那种梦境 这地方阴森诡异的 什么鬼都没有 屁股都还没坐一下 铁柱就被个流血的管影响 吓到旁观一阵狂炸 随晚发现了 一间贴着符咒的房子 什么鬼 小花总是在身边 带着一个玩具公仔 像哄小孩一样 时不时的哄两句 就差给他为他还换屎尿的 全蛋开始来老宅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 打扮鬼的小孩 出现在了车里 晚上睡觉觉的时候 仪柜里面突然有声音响起 小花打开一看 是一道红色的价衣 马上穿了起来 尺寸不大不小 刚好合身 像是按他的身形 两声定做了一样 刚一睡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一直在召唤着小花 小花像是种邪恋一样 流到那间贴着符咒的房里 和一个指导人抱在一起 没多久就晕了过去 铁柱和大牛听到东京赶了过来 全蛋也流出来分析了一番 和一趟梦中的那个人 就是混杂照缺失的另一半 最好的解梦方法 就是进入他的梦里 唤醒他 晚上小花将房子 装扮成婚房一样 还穿上那道红色嫁衣 自己绑起了自己 很快那个男人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小花卸掉帮身 再次来到那间房里 铁柱也按照计划 扮演起了新郎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五七对拜 最后送入棺材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拳单机处理了 等到铁柱和大牛离开 拳单又钉子缝住了管部 打算杀死小花 搞什么鬼 另一边铁柱和大牛 冒事件鬼了 说到了小花的冥婚情节 拳单在回去的路上 也意外装进了鬼曲群 把这新郎真是他自己 结果一个不留下 车子装上十对晕了过去 铁柱和大牛带着情节 回到老仔 再次遭遇了一人穿恐怖事件 大牛突然转型 主动和铁柱口水交融起来 身心骚动直下 两人就转移到了床上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 铁柱就发现 剩下的根本不是大牛 而是纸扎人 吓得那是当场泻 气 软了下去 另一边的大牛来到棺材那里 气都还没喘一口 棺材厅都然松动掉落 笑话瞬间失变 一把将它拢了均去 等铁柱赶过来一看 棺材里面是空的 大牛已经变成了一个纸扎子 而铁柱也是命格不好 被吊死在那里 明昏嘛 那肯定是要被整个阴间的死鬼 才能参加的 拳蛋醒过来 也说到了一样的情节 马上赶到脑子 看到铁柱和大牛 都已经变成了纸扎人 笑话也溜出来 露出了尊重 拳蛋一直都无法治愈小话 只有死亡 才是他最好的解脱 所以才将到冯一站的棺材里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笑话梦着的那个人 原来就是拳蛋 拳蛋这日婚杂照上面 确实的那另一半 随后两人完成了明昏的仪式 一起躺入棺材里 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拳蛋的幻想 现实中的他 确实是一名心理医生 笑话也确实是他的病人 因为哀伤笑话这个病人 他遭到其他人的反对 结果在开车的路上 不小心出了车祸 而那一天 正是他们两人结婚的好日子 之后拳蛋就成了一个植物人 是幻想中的笑话 幻想到现实中的他 这也许就是 爱情的伟大魔力吧 看完后 我只想说 爱情是美好的 也是痛苦的 你是否有过 难忘了爱情经历呢 来来来 说出你的故事 我这里有一瓶 82年的忘情水 你我已被忘情水